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今天继续攒问的弗朗索尔欧容系列 之前为大家带来了灯堂入室,用痴情杀案,八美图,弗兰兹,感谢上帝等五部经典影片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剧情诡异又重口的双面爱人 女主周旋与孪生兄弟之间不能自拔,但事情朝着越来越诡异的方向发展 孪生兄弟甚至逼迫女主接受多人运动 不过最后的反转让人惊掉下巴,同时又心生怜悯 影片开始,年轻女子克洛伊总觉得肚子疼 去医院检查后,医生说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应该是心理因素导致的 就介绍她去见心理医生保罗梅耶 见到保罗后,克洛伊首先介绍了病情,随后介绍个人情况 说自己目前独居,养了一只叫做米洛的猫 曾经是模特,现在正在找工作,谈过几次恋爱,但都无解而终 感觉自己缺乏爱的能力,有时会无缘无故地哭泣 在这次治疗中,保罗并没有给出什么建议,只是安静地倾听 接下来,克洛伊时常去保罗的诊所,讲述自己的情况 说梦见自己怀孕了,但在保罗分开的两腿看下体时 他很害怕,总觉得对方要性侵自己 克洛伊还说,经常幻想一个孪生姐妹 感觉姐妹是可以保护自己的分身 又说不知道父亲是谁,和母亲的关系也很疏远 是被外公外婆带打的 每次在他叙叙叨叨,说着这些事,保罗都会默默聆听 不久后,克洛伊找到一份在博物馆当警卫的工作 他告诉了保罗,同时向对方道谢 感谢你让我恢复了自信 最近我也不觉得肚子疼了 听到这些,保罗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不过,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克洛伊随后竟然说,我不想这么快痊愈 保罗愣住了,忍不住问为什么 克洛伊看着保罗,说我想继续脆弱下去 这样就可以继续来这里了 原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克洛伊对保罗见深情愫 保罗听懂了克洛伊的意思 事实上,他也对眼前这个漂亮女孩产生了好感 两人四目相投 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自己期待的东西 但都没有再说什么 几天后,克洛伊再度来到诊所 跟以往不同,这一次 他坐下后半天没有说话 保罗倒是一反常态地主动开口了 他问克洛伊,你今天没话和我说吗 克洛伊面了微笑说,我现在感觉很好 很开心 保罗想了想,低声说,你的疗程该结束了 克洛伊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用焦急的语调问道,为什么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保罗面了为难之色,说对你产生了感情 不适合再当你的心理医生 听到这句话,一幕不易察觉的微笑 在克洛伊脸上一闪即逝 接着,保罗也为克洛伊介绍别的心理医生 但克洛伊谢绝了 临走前,他主动与保罗握手 还盯着保罗说,你是我的良药 保罗不想松手,似乎要说些什么 却欲言又止 就在这时,克洛伊却主动亲吻了他 保罗稍作犹豫,随即热烈回应 就这样,克洛伊和保罗谈恋爱了 两人的感情突飞猛进 很快就搬去新公寓同居 搬家那天,克洛伊无意中 发现了保罗的旧护照 奇怪的是,护照上保罗的姓氏 居然不是梅耶,而是德洛尔 这个发现让克洛伊闷闷不乐 当天晚上,保罗见他一副心事重重那样子 就关切地问怎么了 克洛伊说,你了解了我的一切 但在你面前,我却觉得 好像面对一个陌生人 因为你有事瞒着我 说完,就提起姓氏的问题 保罗听后面不改色 笑着说,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因为我后来改随母姓了 克洛伊选择相信保罗的解说不再追问 不过奇怪的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不久后第一天,克洛伊下班回家时 在公交车上看到 保罗在路边和一个女人聊天 脸色顿时变了 吃晚饭时,他板着脸问保罗 今天都做什么了 保罗说,一直在诊所 忙得连午饭都没吃 克洛伊听后心头活气 愤怒地说,我看到你和一个女人 在十六区聊天 保罗失口否认 说你看到的一定是个跟我很像的人 但克洛伊情绪极为激动 根本听不进去 连饭都不吃了 起身要回卧室 保罗赶紧过去抱着他 好上暗服 但是,克洛伊对这件事还是放不下 第二天就去了 看到保罗和女人聊天的那个地点 结果发现那里有个心理诊所 更让他感觉蹊跷的是 心理医生名叫路易·德洛尔 而这个姓氏和保罗之前的姓氏相同 怀着好奇的心理 克洛伊去见路易 哪成想见到路易后 他立即呆住了 原来路易和保罗长得一模一样 两人唯一的区别 就是头发梳向不同的方向 盯了盯神后,克洛伊谎称自己是来看病的 还对路易说 你很像我的朋友保罗 路易笑了笑说 保罗是我的双胞胎弟弟 不过我们的治疗方式不同 克洛伊又一次目瞪口呆 不过由于他想了解更多保罗的事情 就隐瞒了自己和保罗的关系 随即向路易介绍自己的情况 说是姐姐介绍自己来这里的 还说母亲已经去世 目前跟男友同居 虽然男友很爱自己 但有时会觉得孤独 路易听后 与其冷冰冰地说 我可以治好你 但你不能骗我 欺骗是你诱惑的手段 克洛伊万万没有想到 路易完全不同意 问问啊啊的保罗 竟如此咄咄逼人 不留余地 一时间无话可说 交了枕金就要离开 路易让他下周再来 但克洛伊说 我不会再来了 回家后 克洛伊的情绪十分低落 他试探性地问保罗 为什么不介绍家人给自己认识 保罗说 我的父母都在外国居住 克洛伊觉得 他一直不提有个孪生哥哥 是在欺骗自己 突然悲从中来哭了起来 保罗大吃一惊 认为他心里还存在问题 劝他再去做心理治疗 克洛伊也没再说什么 任凭对方 把自己裸在怀里安慰 克洛伊始终惦记着 保罗伊们有个 双胞胎兄弟的事实 于是次日一早 他旁敲侧击地问保罗 想有个兄弟吗 还说自己是独生女 一直感觉很孤单 很痛苦 保罗不假思索地回答 不想 我的童年很快乐 克洛伊再问 如果是双胞胎兄弟呢 保罗伊就回答不想有 克洛伊随后一问 保罗为什么改姓 保罗立造私存 终于说出了真相 他告诉克洛伊 多年前 自己父亲的公司 摊上了官司 媒体连续数月头条报道 虽然父亲最终被无罪释放 但感觉德罗尔这个姓氏 已经被玷污了 无法面对人们的指指点点 被迫和母亲一聚国外 而保罗也因此改姓 接着 克洛伊告诉保罗 自己会去见女心理医生 阿涅斯继续治疗 但在保罗上班后 他却鬼使神差地 又一次来到路易的诊所 再度见面 路易显得很冷漠 甚至有些无理 才说了几句 就让克洛伊先回去 下周再来 引走时 克洛伊忽然亲吻了路易 原来 在第一次见面后 他就感觉到这个 和保罗样貌相同 但比保罗更主动 更具有侵略性的男人 对自己有种神秘的吸引力 不过 路易对克洛伊的亲吻 没什么反应 淡定地收下整金后 就让他离开 当晚 克洛伊和保罗正在云雨 卧室的门忽然开了 一个男人缓缓走进来 克洛伊惊讶地发现 这个男人居然是路易 路易很快走到床前 与克洛伊对视 这时保罗也察觉到 一样停下动作 也顺着克洛伊的视线 看到路易 马上伸出手 召唤对方坐到身边 克洛伊看着眼前 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兄弟 有些紧张 几秒钟后 保罗和路易 居然热闻起来 看到这一幕 克洛伊露出一丝微笑 兄弟俩随后一起 趴在克洛伊身上 亲吻爱抚他 突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克洛伊的脖子上 长出两个头 一个亲吻路易 另一个亲吻保罗 原来 在克洛伊和保罗亲热时 心中仍对路易 拎点不忘 以至于产生幻觉 一周后 克洛伊又去见路易 路易把他带到里面的房间 平静地说 脱掉你的衣服 克洛伊瞠目结舌 说你疯了 路易没理会他的反应 缓缓走过去抱住他 而克洛伊 只是象征性地挣扎了一下 路易则拉开他的衬衫 解开他的裤子 开始抚摸他的身体 克洛伊感觉浑身站立 很快就范 片刻后 路易把他推倒在床上 但只说了一句 下一次会让你更兴奋 说完就走出了房间 这种即将到达巅峰的 戛然而止 让克洛伊失落又气愤 他仰面躺在床上 大口喘着粗气 稍稍平复心情后 只好仓皇而逃 越是得不到 越是想要 鬼迷心窍一般的克洛伊 几天后又去找路易 走进诊所 却没看到路易 随机推开里面房间的门 发现对方坐在床上 看着自己 好像早知道他会来 正在等他 克洛伊什么都没说 主动宽衣解带 显然 他已经无法抵抗 内心对路易生出的情欲 两人顺理成章地 进行了一番人生探讨 事后 克洛伊抱起路易养的猫 说自己也养 但男友不喜欢 就暂时放到邻居家 路易说自己养的是 带猫猫十分罕见 这种猫只有百分之一是雄性 而且都是双胞胎 克洛伊听后呆住了 路易没发现他的一样 继续讲这种猫的特别之处 说母猫受精后 双胞胎在子宫内生成 数周后会合并成同一生物体 成为一只带有 两个双胞胎的遗传染色体的猫 也就是双胞胎中最强势的那一个 还说人类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有些成年人 能在身上发现 孪生兄弟或姐妹的胚胎 这种人就是同类相似的双胞胎 克洛伊默默听完路易的讲述 露出复杂的眼神 后来的一天晚上 保罗带着克洛伊去参加行业酒会 克洛伊沉寂向保罗的朋友 同行打听他的哥哥 但没人知道保罗有个哥哥 过了一会儿 克洛伊随后问保罗 那边的金发女郎是谁 保罗顿时愣住了 说那是你的心理医生阿涅斯啊 你不是说最近一直在找他看病吗 克洛伊尴尬不已 结结巴巴地说自己喝多了 还说不舒服要回家 保罗只好开车离开 回家路上 克洛伊忽然大喊 停车 保罗不知道他怎么了 无奈地把车停下 克洛伊立即冲下车呕吐起来 保罗大惊失色 想上前查看情况 就在这时 克洛伊一抬头 居然看见路易从路边的草丛里走出来 他惊慌失措 想也不想就往前跑去 保罗马上开车追赶 路易也在路边跟随 没跑多远 克洛伊忽然摔倒了 保罗赶紧把他抱回车上 与此同时 路易消失了 显然 这时克洛伊又产生了幻觉 此后 克洛伊彻底沉沦在肉鱼中 不断和路易偷情 一天 两人亲热后 路易问道 我和保罗你更爱谁 一乱情迷的克洛伊 没有发觉任何异常 只是说 我跟你只有性的关系 路易又问 我和保罗谁更有魅力 克洛伊略显迷惘地回答 不知道 跟你在一起时会想他 跟他在一起时会想你 又一天 克洛伊去见路易 刚进屋 赤裸伤身的路易突然出现 猛地把他推倒在床上 但路易已经近乎疯狂 不管不顾地压上去发泄起来 克洛伊也不再反抗 进行享受 突然 路易问道 我弟弟也会这么对你吗 此时的克洛伊终于发觉了一场 他远瞪双眼 推开路易 站起身 颤声问道 你怎么知道 我和保罗在交往 我从来没有和你讲过呀 路易得意地说 早知道你和我弟弟在一起了 克洛伊愈发紧张 想要离开 还说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但路易满不在乎 拉住他说 只要不告诉保罗就行了 克洛伊冷笑一声说 在他心中 你根本就不存在 这句话仿佛戳到了路易的死穴 他垂头丧气地说 保罗一直接受不了 有个孪生兄弟 所以否认我的存在 他一直想当唯一的一个 想当独生子 克洛伊觉得事情越来越复杂 有了和路易断绝关系的想法 回家后 他告诉保罗 不打算再去看病了 保罗觉得很奇怪 想问为什么 克洛伊说 很想讨好心理医生 结果变成讨厌他 我总是看着他 其实我应该想着你 蒙在鼓里的保罗不知道 克洛伊说的医生 其实是路易 还以为他就说阿聂斯 不又得笑了起来 克洛伊虽然觉得 不应该再和路易在一起了 但还是无法控制内心的欲望 于是 在接到路易的电话后 忍不住又去了诊所 寄行过后 两人赤裸上身 面对面坐在椅子上聊天 就向病人向医生咨询 路易说 保罗跟母性 就是想摆脱自己 还说兄弟俩 一个是右撇子 一个是左撇子 头发像不同方向梳 而自己在娘胎中 原始部落会杀掉双胞胎中的老二 因为存活率低 克洛伊似乎对双胞胎的话题 很感兴趣 专注地听着 突然他流下了眼泪 脑海中也浮现出 保罗和路易同年时的景象 幼小的双胞胎兄弟 撕打在一起 仿佛在争夺生存机会 当晚 保罗和克洛伊去餐厅吃饭 吃饭时 克洛伊显得格外温柔 笑容也更多了 他告诉保罗 最近的治疗效果不错 肚子已经不痛了 保罗随后向他求婚 克洛伊答应了 笑得也更加灿烂 回家路上 两人内心都是满满的幸福 克洛伊更是兴致高涨 甚至买了情趣用品 回家后 跟保罗进行了更新鲜 更刺激的人生探讨 没多久 克洛伊发现自己怀孕了 但无法确定孩子 是保罗的还是路易的 路易知道后 不经意地说没关系 反正我和保罗的基因完全一样 克洛伊还是觉得 保罗对路易的态度很奇怪 就问他 你到底做了什么 以至于保罗想把你 从他的生命中抹掉 先路易不肯说 克洛伊故意刺激他 你恨保罗 因为他才是双胞胎中 最强势的那一个 路易听后恼羞成怒 要赶克洛伊走 克洛伊二话不说 穿上衣服就要走 哪成想 路易猛地冲过去 给了克洛伊狠狠一耳光 再把他推倒在地 然后揪着克洛伊的头发 把他抓到床上 疯了一样扑过去打他 克洛伊吓坏了 赶紧起身 亮亮强强跑出去 见识到路易的疯狂后 克洛伊不再想和他有什么纠缠 此后 尽管路易总打电话纠缠他 但克洛伊再也没和他见面 不久后的一天 克洛伊正在上班 保罗突然来到博物馆 约他吃午饭 克洛伊喜出望外 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 吃早饭时 保罗没有提起 他还有些失望 现在看来 保罗是想给自己一个惊喜 吃饭时 保罗送给克洛伊一个别针 克洛伊觉得心里暖暖的 情不自禁地热闻保罗 稳着稳着 他突然发现不对 随即气愤地推开对方 原来 这个保罗竟然是路易假扮的 被识破身份后 路易说 想和克洛伊重新开始 克洛伊却拿起杯子 泼了他一连水 然后转身就要走 路易一把拉住他 余调阴冷地说 保罗有个高中同学 叫桑德拉 这是他的秘密 你可以对保罗提这个名字 克洛伊听后心里一沉 但没有表现出来 甩开路易迅速离去 晚上 保罗准备了蜡烛 蛋糕 为克洛伊庆祝生日 还送上礼物 是一枚戒指 吃过饭 克洛伊想起中午时 路易说过的话 越想越觉得不安 故作不经意地问保罗 还会跟高中同学见面吗 还说自己今天遇到了一个 名叫桑德拉的同学 没想到 保罗听见这个名字毫无反应 次日 保罗一大早就去外地 开烟讨会了 几天后才能回来 克洛伊起床后 立即翻箱倒柜 结果真找到了保罗 和桑德拉的合照 桑德拉家的电话 打了过去 接电话的是桑德拉的母亲 克洛伊谎称 自己是桑德拉的高中同学 打电话来问问 老同学的近况 桑德拉的母亲则说 女儿发生意外后 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 第二天 克洛伊去了桑德拉家 恶然发现桑德拉 躺在床上 形容哭搞 痴痴呆呆 只能靠呼吸机为牺生命 跟他打招呼 也没有任何反应 眼前这一幕 让克洛伊感觉头皮发麻 桑德拉母亲 随后悲伤地说起往事 说保罗和桑德拉 曾是天生一对 还说保罗人很好 但他哥哥路易 却是个怪物 竟然假扮成保罗 把桑德拉灌醉 然后侵犯了他 保罗得知后 跟哥哥大打出手 而他在痛恨路易的同时 再也不想见到桑德拉 桑德拉心中凄苦 一是想不开要自杀 自杀未遂后 就变成现在的样子 说到这儿 桑德拉母亲顿了一顿 贫富情绪后 继续说 大家都以为双胞胎很像 克洛伊吞吞吐吐 老人起了疑心 皱着眉头 试探着问 你不会也是 那对兄弟的受害者吧 克洛伊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而桑德拉的母亲看着他 似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把脸一沉 不屑地说 你很享受他们的关系吧 说着就破口大骂起来 克洛伊无力辩解 落晃而逃 不过 就在他开车离开后 有一辆车悄悄跟上了他 但心烦意乱的克洛伊 没能发现 克洛伊很快开车来到 公寓的地下车库 可是刚下车 那辆一直跟踪他的车就出现了 还突然亮起车前灯 向他开去 克洛伊吓得六神无主 赶紧跑去消防通道 到家后 惊魂未定的克洛伊发现 门前有个包裹 打开一看 里面是个小礼物盒 还有张卡片 上面写着 把心献给你 落款是 你真正的矮人 克洛伊觉得 是路易接来的包裹 随后一头雾水地打开盒子 结果看到了 令他猫果悚然的一幕 礼物盒里竟然是一颗 小小的动物心脏 看着鲜显淋漓的心脏 再想想卡片上的话 克洛伊猜测 是路易把猫的心脏 送给自己 不由得一阵反胃 他赶紧合上盒子 跑到阳台往下看 发现在车库见过的 那辆车刚刚停到楼下 克洛伊觉得这一切 都是对自己纠缠不清的路易感的 恐慌不已 赶紧敲开邻居家的门 对邻居太太说 保罗不在 自己有些害怕 想结束一晚 邻居太太爽快地答应了 夜里 克洛伊坠坠不安 难以入睡 他瞪大双眼 环视四周 竟然觉得整间屋子 都是阴森森的 天亮后 保罗居然提前回来了 克洛伊马上对他说起 桑德拉的事情 保罗听后来流满面 说自己很想忘记哥哥和桑德拉 还是无法原谅桑德拉背叛自己 克洛伊说 那不是桑德拉的错 是你哥哥性侵了他 听了这句话 保罗变得很焦躁 他咬牙切齿地说 真相是桑德拉背叛隐了 他和我在一起 只是因为我像路易 而且 他对双胞胎持有性幻想 这时 克洛伊在邻居家醒来了 原来刚才那一幕 只是他做的梦而已 回到家后 克洛伊接到保罗电话 保罗愤怒地说 我在研讨会上 遇到了阿涅斯医生 他说你从没去找过他治疗 你欺骗了我 克洛伊刚要解释 保罗又立声问道 你是不是有外遇 你怀的孩子是不是我的 听到这句话 克洛伊如文晴天霹雳 基金崩溃 在这一瞬间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不能让保罗知道 自己和路易的关系 于是他挂断电话 从抽屉里找出手枪 拿着枪去找路易 想跟对方做个两段 路易见克洛伊来了 轻跳地靠过去 要抚摸他 克洛伊一把推开路易 说我见过桑德拉了 已经知道真相 你这个人只会毁灭 路易却说 桑德拉是在说谎 他是自愿和我发生关系的 事后却是说我侵犯他 你和桑德拉一样 喜欢说谎 我现在看着你 就像在看着他 克洛伊被路易的态度激怒了 马上拔枪对准路易 但路易脸色不变 冷静地说 你想杀路易 但你能确认 我就是路易吗 说完回声 敲了敲后面的房间门 门开了 走出来的竟然是保罗 此刻 这对兄弟穿着相同的衣服 头发也梳向了同一边 克洛伊惊恶无语 保罗说 我哥哥已经说了你们的事 然后兄弟俩一人一句 对克洛伊说 你不该欺骗我们 放下枪 任我们摆布吧 空白 居然无法分清 谁是保罗 谁是路易 他用颤抖的声音问 谁是保罗 没想到兄弟俩都说自己是 克洛伊简直要疯了 他把手枪 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说你们就是想让我 像桑德拉一样自杀吗 兄弟俩齐声说 别开枪 你坏了我的骨肉 克洛伊听后 又把枪口对准他们 兄弟俩则说出了一句 令人震惊的话语 不管杀了哪一个 都会失去他 想想你的姐姐 其实你也是双胞胎 听到自己也是双胞胎 这句话 克洛伊瞬间崩溃 心欢意乱中 他扣动了扳机 路易中枪倒地 紧接着 克洛伊忽然感觉到 剧烈胎动 他惊恐万分 跌坐在地上 看着肚子自己越张越大 甚至裂开流血 更可怕的是 肚子里竟然还伸出一只 血乎乎的小手 克洛伊恐惧到了极点 惊声尖叫 随后昏了过去 画面一转 克洛伊躺在手术台上 接受救治 保罗在手术室外等候 脸上带着担忧和关切 几天后 克洛伊曾见过的 桑特拉的母亲 从外地赶到医院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 他并非桑特拉的母亲 而是克洛伊的母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些所有的诡异 与混乱背后的真相 将彻底揭晓 医生对克洛伊的母亲 和保罗说 克洛伊失火恢复状态不错 今天可以出院了 保罗有一再三 还是问医生 婴儿的事情 告诉克洛伊了吗 医生说 已经告诉克洛伊了 他根本没有怀孕 造成怀孕错觉的 是他肚子里一个 约一公斤的囊包 现在已经取出来了 而这个囊包 其实是克洛伊 孪生姐妹的胚胎 一直留在体内 所以影响到 他的生理和心理 听到这里 克洛伊的母亲冷住了 此刻他才知道 自己当年怀的是双胞胎 医生随后解释说 双胞胎中的另一个胚胎 被克洛伊吸收了 原来克洛伊 才是同体双胞胎 姐姐的胚胎 在娘胎里就被他吸收了 只在体内留下一个坠生物 也就是医生取出的囊包 这个坠生物 对克洛伊的心理 造成了极大影响 不但他觉得肚子痛 误以为怀孕 还让他隐隐察觉到 自己是双胞胎 竟然产生了 关于双胞胎的幻想 在克洛伊的幻想中 自己并非双胞胎 反倒是保罗 有个双胞胎哥哥路易 还和自己发生了一段孽缘 而他从没有出世的姐姐 在幻想中成了桑德拉 他的母亲 也成了桑德拉的母亲 至此终于真相大白 母亲和保罗随后去见克洛伊 克洛伊一脸落寞 眼神又有些呆滞 他问保罗 你见过我的双胞胎姐姐了吗 她叫桑德拉 保罗和母亲不想刺激她 都说没有 克洛伊一脸悲伤地说 我查过资料 我是同类相识双胞胎 然后缓缓转个头 看向母亲说 你在怀孕时 我在你的子宫里 吞掉我的姐姐 在我肚子里 找到的囊包就是她 母亲轻声安慰说 不是这样的 保罗也安慰道 说你没有吞掉她 是把她吸收了 这不是你的错 何况那时 她还没有变成胚胎 只是类似坠生物 克洛伊垂着头 山人泪下 片刻后又抬起头说 不 她是我姐姐 然后陷入无尽悲伤 与自责之中 稍稍平复情绪后 三人离开了医院 在停车场 母亲眼含热泪 对克洛伊说 以往我总不在你身边 你一直因此怨恨我 但以后我不会这样了 在你需要帮助时 我一定会出现在你身边 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女儿 听到母亲如此真情流露 克洛伊很是感动 扑进了母亲的怀里 似乎一切已经释然 回家路上 克洛伊又问保罗 你想有个兄弟吗 保罗说 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 别再想了 克洛伊沉思片刻 点点头 语气郑重地说 对 当晚两人云雨 克洛伊显得格外热情奔放 突然她露出惊恶的表情 原来 她看到窗外站着一个 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 正注视着自己 接着 那个女人猛地砸碎了窗玻璃 随着玻璃破碎 窗外的女人彻底消失了 显然 克洛伊的幻觉还在继续 只是换了内容而已 影片结束 片名双面爱人 又名分裂性游戏 弗朗索尔欧容大师指导 上映于2017年 片中女主胜利上的不是 用现代医学很容易解释 但是 她对只是囊包状的 所谓的姐姐的深厚情感 可以理解 但是又难以给出科学解释 也许人类的情感 其实是以某种物质的形式存在 而且 可以通过生理上的接触 进行流动 女主之所以对姐姐有情感 是因为她们在生理上 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种被称之为情感的物质 一直在她们身体之间流动 喜欢异强天开 脑洞颇大的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是怎样的呢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UG网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